很明白他们例如美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的质疑, 真的很明白,因为人家全世界都是鼓吹迈向病毒共存, 反而香港回来还要隔离三个星期, 人家都讲过,就算医学界专家都讲过, 第三个星期回家或中央系统回报健康状况, 可能都能代替在酒店住三个星期, 我都听到很多不同意见,但真的令人很愤怒, 他们现在做这些事离开了普通常识的逻辑, 不知谁在后面策划,很大陆政策,很人质政策, 吵得它厉害时它可以立刻改, 不是有一个长远几步去想的做事方法, 我想在经验中所累积到的心得就是继续吵它, 发声它可能会改变, 这些荒谬的事真的很难评论, 很难理解几十万人工的人为何会支持这些做法, 有些觉得他们好像绑手绑脚, 第二在后面有人去策划, 但我觉得这些政策无理由会全部同中央, 中国入面的防疫政策或一, 香港又不是大陆, 情况又比大陆好那麽多, 所以真的令你很愤怒, 一定是越来越厉害, 这个港府好像自己说不了事, 防疫政策真的好像不是以香港的福祉而定, 不知是谁在后面策划, 防疫政策应该不是为我们订造, 因为我们应该不需要回流回来香港那些人, 应该不需要隔离三个星期, 老人家应该不需要填纸仔或用安心出行进去街市, 不知谁在后面策划,很怪的。 我对本地商家不發声有另一个看法, 我觉得本地商家其实实际上都是私底下跟我讲, 都是很不满意这个政府, 但本地商家好像现在觉得这个政权, 包括这个他们不满意的政府是不可以批评, 批评了就会被人拉出来,标签了是反政府, 这是一个极之失望的, 我觉得有很多本地商家, 当然不是一竹竿打船人, 但起码我认得有些做生意的人, 进入了一个非常自私的生活形态, 他们会批评这个政府, 甚麽不着又骂林郑, 但是当他要发声出来讲的, 他们又很吱吹,即不敢讲, 跟着他们又很奇怪地 单方面指控两年前發生的事, 一班年轻人的暴力,破坏公物, 就算那些年轻人坐牢的坐了审的审紧, 他们都只是很单方面地 采用国家或邓炳强喉舌, 就是说黑暴黑暴, 但是他们就完全好似失益地, 就不记得了暴力两边都有, 现在进入一个状态, 好像一个很自私的状态就是, 有少少是很看低港大市民, 尤其是中下层市民, 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发声, 他们的不满, 就觉得这班人只懂得投诉, 但其实他们自己都经常投诉, 我认识的蓝丝朋友, 骂政府有阵时有机会跟他讲电话, 或者喝茶,或者打球, 骂政府骂得比我更厉害, 但他们肯定要关键时刻时, 他们不会出声, 他们可能是觉得他们可以关门到门, 什麽都不理, 都还可以有东西吃,有东西喝,有东西玩, 多十年八年, 做人好像没有了个归属感对香港, 进入了个很自私的状态, 这是危险的, 因为这种自私就会害到他们的下一代, 亦都会被一些对香港有归属感的人, 关心香港的人,标签了他们下一代这些家族, 是曾经遗弃香港的人, 我觉得最可悲最难接受, 对我个人来讲就是, 你关门闹闹得比我更厉害, 我又闹到粗口出埋, 讲起林郑那些, 但是到有东西他们可以公开批评, 他们就不出声, 之后有机会我点名告诉你这些是什麽人, 很可悲的, 这班是我越来越认识, 他们是一班真是很可悲的, 一班很自私的香港人, 他们未必是香港最大的商家, 其实香港最大的商家有好几个, 大家不用点名都知道, 是曲线你都为香港在做事, 但是有一班人是很自私, 他们是继续要说我要过我的平和生活, 我就不想烦, 但是他讲起人家闹政府, 政府又闹了一份, 然后又出他声,他就缩在一边, 这非常可惜。 没有啦, 都是希望支持你们那些感言的传媒, 可以订阅就订阅, 课金就课金, 真的可以發声那麽勇于每个星期, 做不同的人的采访的传媒真的越来越少, 所以希望观众多多支持, 这非常重要。